哈喽,大家好,我是霍霍 以后我把金针菇买回来,你就像我这样做 酱香浓郁,简单好吃,超级下饭 保证家人都夸你是大厨 下面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把金针菇,去掉根部 掰成小朵 再准备6个从树上摘的青椒 清洗干净,去头 用一个勺子瓣,把辣椒籽给它去掉不要 切成小段 适当的吃一些青椒,可以补充维生素C 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 还有清干明目的食料功效 全部切好之后,像这样子把金针菇塞进去 金针菇有健脑抑制的作用 因为金针菇又名冬菇 每100颗金针菇中的蛋白质含量是2.4颗 它所含的18种安提酸中 有8种是人体必须的 有利于食物中的各种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 还有很好的抗菌酵炎的食疗功效 其中的辣胺酸特别利于儿童骨骼成长和质力发育 所以说也把金针菇称为抑制菇 金针菇还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所以我们平常可以多吃一些金针菇 然后再准备一半大蒜 用刀拍扁 然后再切成蒜末 下面我们来调个料汁 碗里放入蒜末 放入适量的生抽 少许的老抽 一点蚝油 一勺食用盐 一勺白糖 一勺淀粉 倒入半碗的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调成料汁备用 锅热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之后下入青椒 煎至青椒底部成虎皮状 然后给它翻个面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不错 请动作您发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我请您的动力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这样煎一下 吃起来会更香 四面都煎至虎皮状 然后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最后大火把汤汁收浓 出锅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金针菇非常的好吃 香辣还过瘾 我家一个星期吃八四都不够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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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